冬菠肉是梅山和江南地区的特色传统名菜 相传是北宋世人苏冬菠所穿 在蔬菜、蔗菜、专菜、饿菜都有冬菠肉 每个菜系做法都不同 而作为广西人的我 今天用干豆角和绑粽子的这些玩意儿 拿来做一餐冬菠肉 用热水先给它泡四个小时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苗飞食屋 我是飞哥 今天又是一个节日 对我们广西来说 基本上每个月它都有节日 像这种叫双日 今天是六月初六 今天准备了一大块的五块肉 这块肉应该是吃不完了 把它一分为二 今天就用这一块肥一点的 拿来做冬菠肉 先把锅怼热 然后雾花肉下锅烫毛 把毛全部烫干净就可以了 要放到水里 再次把它刮洗干净 现在都很干净了 不会弄泡了 好了都清洗干净了 锅里面烧水 五花肉冷水下锅土 加入葱 姜 米酒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在炖煮期间 我们也不要闲着 准备一点香料 准备有白蔻 桂皮 八角 香叶 橙皮 茴香 还有红菊米 红菊米是用来上色的 准备一个沙袋 把所有的材料 都放到卤柳包里 把沙袋的口 分好 然后用清水 再次把它冲洗干净 下一步 我们开始炒糖色 起锅 烧一点油 加入100克冰糖 先开中火 把冰糖炒至融化 然后转成小火 慢慢炒 当锅里面的冰糖 慢慢转成黄色 这个时候是最适合做反沙菜的 锅里面的冰糖继续变色 当里面的冰糖微微变红 这个时候是最适合做滑溼的 这个时候的冰糖慢慢挤大泡 转成小泡 这时冰糖已经没有味道 已经没有甜味了 颜色也变成了枣红色 加入清水 这个糖色我们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3块浮乳 猪猴酱20克 蚝油10克 生抽30克 胡椒粉3克 米酒和溜酒10克 鸡精10克 冰糖4粒 这个就是冬菠肉的红烧酱料了 锅里面的肉已经煮了30分钟 用筷子可以轻松插肉 就说明它已经熟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出锅了 最近时间工作室还没做好 只能在三轮车上给大家做菜了 工作环境虽然不太好 但是也阻止不了我做菜的心情 这一块肉一分两半 然后改刀成正方形大块 刚才煮五花肉的圆汤 不要倒掉 把它倒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 先把锅烧热 再下一点油 一次放入切好的肉 开小火慢煎 煎到四面都金黄 这个时候就很香了 看这一块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够去除一些多余的油脂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腻 炖出来的肉会更香更好吃 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全部把它出锅 锅里面的油全部都是好货 都是猪油 把它倒出来留着炒青菜 五花肉煎好了以后 把它绑成这个样子 这样做的目的 是预防它煮散掉 锅里面不用放油 下入调好的酱汁 用锅铲 把酱香味给它炒出来 这时下入绑好的五花肉 加入刚才煮五花肉的圆汤 做好的糖色也一同倒进去 加入卤料包 泡好的干豆角也一同放进去 盖上锅盖 转小火炖煮一个小时 这个是炖了一个小时的效果 大火再把汁收一收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锅里面的肉真是软烂入味啊 非常的香 皮朝下摆入盘中 然后围上干豆角 再把它反扣过来 好了 马到成功 我们这一道菜就做好了 淋上炖肉的汁水 这一道菜就完美了 这个肉炖到的程度 用什么来形容它呢 就是用嘴一吸 就可以进到肚子里面去了 不用咬 而且炖的非常的入味 来咯开汁 软烂入味 不用嚼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